我老公里就是找到玫瑰 换我的羞心的人为后一天 我爱你 我愿意你不用喝 请在一起请拿出哈空别家 以一首活泼的赤奇玫瑰花登场 婆妈志工们扭腰百屯 让现场贵宾看得目不转睛 今天上午县府于大同高中 办了105年志工大会师 既志愿服人员的财经赛 志工朋友尽情展现自我 现场是热闹非凡 台湾到处有温暖 每一个各行各业 不管在职或退休 我们在推动志工精神 尤其志工是这个社会 不苟后缺的一环 而这个不管任何各种职业列白的志工 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所以我们特别把各行各业的志工 穿透起来像一个星光帮 让他们在各自身当志工之一内去做竞赛 才艺的竞赛表演 让大家都可以互相观摩互相分享互相学习 现场现身为志工朋友加油打气 并与志工朋友热情互动 今天的活动包含有来自县府机关 社福机构以及民间单位 社区据点等志工 透过才艺竞赛互相切磋 交流情感及服务心得 不仅拉近彼此间情感 也透过活动让大众看见志工朋友的热情活力 第一个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第二个大家就一起分工合作 那在社区服务 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有凝聚力 非常的够这样子 我最大的收获是 这些都是志工 都是大部分都年龄比较长的志工 他们现在就是说 不管是做外面工作里面工作 或者团体活动 他们都是非常勇要参加的 期盼透过活动能号召更多有志之士 一起投入社福行列 目前县内已有十万余人参与志愿服务 范围涵盖原住民 客家文化 身经障碍 儿童 老人 妇女等志工 今年更鼓励高龄者来做志工 发挥真正的第二春 未来也期盼能有更多人都来做志工 共创幸福好屏东 毕童秀不停为得位采访报道